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合格动男子雨量级145磅也就是65.7公斤 那蓝方选手是来自印尼的Jory Hensa 红方选手是我们台湾好手郭伟成 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出现在MMA赛场了 但是过去一年是参战很多力气的赛事来增加他自己的打击 所以一开始马上就冲出来 以郭维承选手在过去的表现他都是想要把对方带到地面上 那如果在立即上的话他很有可能会热血换拳了 是 但马上呢冲了一波之后又切到近距离了 把这Jory Hensa给带到地面 没错 这边来自印尼的Jory Hensa 他做了一个close guard 但是他其实是想要离开的 开始做踢腿想要把地方踩开 但是并没有成功 郭维承连续的杂拳 哇 从地板打到这个站起来 Jory Hensa如果再一直吃拳会很危险啊 但是郭维承的拳头并没有这么精准 让他有机会再次靠龙边进入到缠斗 但是拳停下来之后呢又马上粘上去了 郭维承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喔 郭维承这一次是上升了一个量级的 他说虽然没有减重的问题啊 所以他在power啊 还有状态上面他对自己是很有自信的 没错 理论上升量级打的话 这个破坏力啊还有杂摔啊的能力应该会更好 那这边看起来是 他还是保有他在前一个量级的速度喔 一边一直升量他的速度并没有减缓喔 是 现在这个Jory Hensa这边一直防摔 想要过一个把腿绕到这个郭维承的头上 但是呢 脚才刚举起来就马上被郭维承给带到地面了 没错 但是这边 郭维承的体力分配喔 也会是他过去的一个障碍喔 如果达到这一回合这样的消耗不知道行不行 哇 这边看起来 连续杂举 有个reping喔 哇 刚刚一个脚步的reping喔 郭维承直接完全不care 直接走出来啦 好 现在抢到背后 哇 这边是裸脚的一个机会 没错 在刚刚一个乌龟的控制位 他拿到了一个裸脚的机会 对 现在第一回合还有一分钟左右 郭维承可以来好好来攻略喔 但是 但Jody这边得要赶快逃脱 Jody刚刚控住了手套喔 翻了一圈喔 抢到一个underhook 有机会可以从侧边站起来 但第一回合剩下差不多30秒左右的时间 好 站起来了 抢到 反抢到背后 没错 一个非常漂亮的dogfight 抢背的位置 好 现在双脚都放进去了 哇 30 现在剩下20秒 没错 30秒不到了 即将要做出降服吗 但是郭维承是把手给卡住了 郭维承稍微不注意喔 没想要让Jody给抢到背后 好在这个时间是已经在尾声了 没错 看来裁判随时准备介入了 哇 好 第一回合结束 双方都没有拿下很关键的控制 那在地板的给分上面 有可能郭维承的控制时间 还是比较长一些 还是比较长一些 但我觉得在第一回合的部分 Jody这边是吃了超多 郭维承这边等于是左手 先控制住他的身体 右手不断地往他脸上招呼 我们可以看到 Jody Hensler这个额头上 现在已经是 哇 这个都是挂彩了 没错 如果以综合来说 很有可能所有裁判都会在这回合 把这个所谓十分制的判分 十分判给郭维承 因为这个不论脸部伤害 还是地面控制时间 都有一定的领先了 是 但我觉得Jody 刚刚也可以看到说 在第一回合的后半段 你稍微有一个空挡 他还是有办法去做一个反应的 或许这个会是 他的机会 可能要再仔细防堵一下 郭维承在近一年提升的这个 战力打击 之后再去想想办法应该怎么样去做突破 没错 很有可能这个选手本身经验 比较不足 那可能会慢热 那刚刚第一回合感觉被打了一波乱扭 看有没有办法在第二回合拉回来 好的 那第二回合 准备开始啦 郭维承抓到一个机会 再次做爆摔 又带到他熟悉的位置了 好 现在又回到这个龙边的一个 纏斗 好 这边 看起来Jody想要直接做断头台吗 但是 这其实没办法锁紧喔 因为他在靠墙的那一边 是 空间不太够 对 那这边郭维承也很聪明喔 他利用这个墙边的 这个技术喔 让对方不太有转身的空间 然后 这个抓住对方外侧的手之后 开始做杂拳 哇 这边Jody想做一个triangle 但是没有成功 backpass到侧控制的位置了 但是他靠墙想找机会站起来 但郭维承还是持续地压住他 不让他做动作 压住他的脚之后呢 哇 持续地去做拳击的输出 哇 是从第一回合迟到第二回合 郭维承是非常的 积极地去做一个 立即站立的重拳喔 哇 这边吃了好多拳啊 哇 不能再这样子吃下去喔 郭维承的出拳 哇 这个有氧的王者 不但地打 老波再次进到地面蝉痘 喔 有点像在第一回合的一个状况的重演喔 就基本上 你拉开距离之后 郭维承就是如 这个雨点般 密集的一个重拳 就持续地在对Jody Hensler的头部来去做一个攻击 没错 哇 这边很快速地接到了一个断头台的位置 喔 脚跟头的位置放得相当好喔 这样就看能不能锁到最后了 哇 TAP 好 结束比赛了 哇 就是一个断头台喔 贵神强势回归 喔 没错 这个 如机关枪般的拳头喔 还有他 逐渐精进的柔素喔 都展现出来啦 是 所以他这个快一点没有回归的MMA 立即 累积多场经验的确是帮他的一个战力打击 是升级了不少 喔 没错 所以我很高兴看到选手再进步回到我们的战场喔 恭喜熊派包容郭维成 来 先把奖秀送给两位 掌声 精彩的表现 好 本场比赛结果如下 在第二回合 1分50秒由 红方TQ获胜 恭喜郭维成 也感谢Jody Hands Out的参赛 麦克风 来 首先跟各位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再介绍你的团队 大家好 我是郭维成 我又沈 这是我的教练 然后这也是我的教练 他们平常除了很努力的训练我以外 也很常时刻的叮咛我 应该要做些什么 然后大概这半年 发生很多事情 一度想要放弃 但是去了泰国一次 又再去了一次 发现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继续努力 对 我下一场比赛 清柳 你准备好了吗 今天你要赢 不要输 You're next 听到了吗 清柳 各位 各位 清柳的挑战者 在那边 掌声欢迎 掌声鼓励 来自我们的 熊派巴如格斗学院的 李承明来的郭维成 挑战 清柳克敏 恭喜 朱鲜 茜洁 身材 就是 城 仔 氏 感谢观看